疫情爆发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时隔968天后第一次出访给了哈萨克 这个时间点距离确定他能取得史无前例第三季任期的中共二十大只有33天 我们要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外交战略核心计划 目标是透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大型基础建设提升大陆在全球事务的领导能力 但国际分析认为是大陆拉拢盟友组成抗美集团 大陆外交部在7月表示 已经和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投资规模直逼一兆美元 自己写的成绩单数据漂亮 但西方国家角度检视一带一路掀起不少争议 曾被誉为印度洋上珍珠的斯里兰卡 在当地政府7月宣布破产后 一场又一场的暴动在街头上演 外媒报导这烂账和大陆一带一路脱不了关系 斯里兰卡2013年加入一带一路 隔年双方启动海港城计划 规划在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 填海造陆出233公顷的金融中心 但直到现在海港城还是一片黄土 负责工程的中国港湾出了14亿美元 换到斯里兰卡政府给予可伦坡海港城 43%土地99年的租借权 他放款来说是看政治不看经济 第二个是对方无法还款来说 他要的是资产要的是基础签证 不是要对方改革承诺 这两个加在一起 一带一路确实很容易被人家指引 是一个债务限制 另外由陆方建造中辽铁路列车的辽国 也因为无力还债 今年9月就把大部分国家电网的控制权 交给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还有印尼的雅万高铁 工程大延档 面临24.7亿美元成本超支 印中高铁公司总裁说 近期将对高铁的可行性研究重新评估 接着疫情爆发 恶务开战 日经亚洲报导 大陆一带一路问题债款 在2022年暴增三倍 如果继续恶化 将危及大陆外汇储备 大陆商务部数据也显示 一带一路规模正在缩减 2021年上半年对外投资 还有842亿美元 但2022年同期掉到747.4亿 2010时代大概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大概大傻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他在放款的时候 可能也会更注重在这个放款的品质 被习近平称为百年计划的一带一路 到非洲盖铁路 亚洲盖港口 拉美图公路 某些层面上来说的确成功了 但开发中国家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苦苦挣扎 也让大陆处在 风暴核心 TVBS新闻张志明的名称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为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